這部片可能會浪費到你幾分鐘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覺得會浪費到你的時間的話 你可以把這部影片關掉 如果不會就繼續看下去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鳳哥 據上次發片應該有幾些時間吧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你可以點一下右上角的資訊卡那邊看看吧 好啦回到正題 大家都知道我的筆電中了毒吧 然後我的筆電中毒知道 你知道我現在是用哪一台電腦來進行剪片嗎 前面各位觀眾應該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吧 好啦老實講 其實我都是用我的那一台桌機來進行後製 那一台桌機原本是我之前拿來當我的重辦工具 但因為我筆電中毒了 所以所有的東西所有的後製工具 都轉到這一台桌機上 但它的效能是極其普通 因為它只有兩個核心在跑 雖然我用的筆電也是雙核心 但它不會影片編輯到一個人會當機 而桌機它有時候會 便機到一半它會當機 嚴重的話它可能會直接散退 然後整個進度都要重來 這時候你一定會mark 因為心已經很冷 然後你的進度被這個當機害死 然後整個所有的進度都要重來 不過這個是有解決方法 就是要一直存檔 不然等等到時候 當機的時候又要mark 再來這台桌機它最多的輸出畫質為 1920x1080 而我那個筆電是可以輸出到4K畫質 雖然是沒差啦 因為我用的畫質通常是1280x720 然後到影片輸出好之後 結果它的特效它根本沒有輸出到 嚴重一點的話它會漏掉幾個畫面 導致它會變成黑餅的狀況等等 而通常不行的話我都會用我姐的 Acer的筆電來進行輸出 等等 我要像講到什麼關鍵字 最後它的播放的流暢度 它會鈍鈍的 結果它的聲音會更不上畫面啦 那我先來播影片給大家看看它的場況 不過換別的筆電它就不會有這個狀況 會不會我這台桌機的硬體設備 它已經扣不住了 所以導致它會出現這個問題 可是我筆電用的青年 它都沒有發生這種狀況 然後我那台桌機比那台筆電 才大個兩歲而已 還是我的作為系統 不然之後才會這樣 反正如果你覺得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我影片這下方留言 所以我其實有打算想要 拍我手上各個東西的回顧影片 蛤 你說阿澤喔 但我會用不同的方式以及角度來拍 各個東西的回顧影片 應該不會有人說我 抄襲別人的音感吧 上次我有拍Windows 2000的重關影片 就有人說我是不是抄它的影片 拜託那兩部影片的性質不同 一個是用7天 第一個只是單純的重關而已 總之就敬你期待吧 好 浪費你那麼多時間 今天就先這樣囉 那就大家掰掰